其实自己原本做的工作 或者是事业的话 跟酒是完全没有关系 我其实是就是美容媒体业的 然后后来是去到国外 在那边认识了我们老板 他就开始也教了我很多 就是关于酒的一些知识 然后怎么品酒这样子 因为我们的公司在旧金山 所以他临近的比较就是 著名的一个酒庄 然后还有就是葡萄种植的产区 所以我们就有更多的机会 去拜访到那边 美国老板这边也很喜欢亚洲的市场 所以我们就开始以台湾这边做起步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是会觉得说 我们拥有了很多 台湾没有的一些葡萄酒的品牌 跟酒庄 很多美国酒 加州酒 或者是其他产区的酒 有很多是他们还不了解的 不知道的 然后可以用到很实惠的价格 去买到很好喝的酒 那这些酒的话 都是我们自己精心去挑选出来的 批量比较小 然后质量比较高 甚至比较少以外 销到外面的那些市场 那我们可以去拿到这样子的酒款 然后是比较限量的 我们希望说我们的客户啊 他们可以就是用最便宜的价格 去喝到最高质量的酒 希望是说我们品味美酒 也是享受生活 很多人他们是想要学习喝酒 可是不知道要去哪里 或者是说现在慢慢开始 大家都知道生活要有品质 那怎么样有品质 要去哪里找 比如说我们可能还会举办一些 品酒的活动啦 或者是给客户的一些交流 让他们可以学习到 不管是品酒或者是艺术 或者是其他方面 知识上或者是业界上面的结合这样子 喝酒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媒介人跟人的社交上面啦 或者是我自己对我自己的提升上面 我其实认识到更多不同的人 因为酒的关系 像目前的话我们就是会希望把我们的 线上的服务做得更完善 在国际间的话 我们可能之后不只是只有酒类 可能在其他食品类的部分 我们也会有加入进来到我们的 就是贸易的一个商品里面 没有一件事会直接通往成功的路 你必须要无数次的去尝试和经历 去做就成功了一半 不做才是失败 也许没有真正所谓的成功 但你会在路上遇见 解决难题的答案和灵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